花蓮市时代运转改善工程已经完成最艰难的水电管线整修部分 市长威佳燕3月6号特别到现场了解目前的施工进度 除了听取工程简报 也指示施工单位要加强安全防护还有视觉美观 希望让时代运转风华再现 再度成为花蓮市的重要地标 花蓮市时代运转自去年11月开始进行修山工程 到现在已经完成了最艰难的水电管线整修部分 新的设计还增加了夜间光雕、水舞和地面喷泉 让民众可以更加亲近 工所完全自筹经费来办理这样一个改善工程 我们会把它打造成一个更让民众能够清水的设施 我们的设施就是把原本的外池将它做改造 做成一个地面喷泉的概念 让所有的民众都能够来亲近这样的一个 时代运转的设施 能够在上面的游玩 花蓮市长魏佳燕3月6号特别到现场视察施工状况 他也希望整修后的时代运转可以风华再现 再度成为花蓮市的重要地标 我们都知道时代运转是花蓮的一个地景一个地标 那未来重新整修之后 我希望能够让更多的民众能够了解 从过去到现在 时代运转一直都是花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那未来重新整理完 也希望能够看有一些喷水的一些 比较特别的一些细水的一个区域这样 让民众能够耳目一心 让这个地方能够焕然一心 让所有的观光客跟市民能够来看见 施工所主任秘书温美华也要求厂商要注意设施的安全防护 还有石球基座的视觉美观 在有限的经费之下 希望可以尽力做到最完善 让市民看到焕然一心的时代运转 这里会欢迎市报道